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翻外之吃一下 第六集,心心念念 幽剧之后,夏小小整整昏睡了一日未醒 梦眼里,她又遇见那个令她惊惧不已的山匪 梦到她邪恶地扯着衣裳,步步紧逼 她慌不择路地往外跑 却被她轻易地拉住了衣角,一把拽回来 大人救我! 夏小小一声惊呼着,从床上惊坐起来 鹅角秘密的汉珠把她的长发浸湿了大半 她四下扫一圈 渐渐地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被陆毅送回了夏府 林河听到动静,急步跑过来握女儿的手 娘在!娘在,别怕,别怕 娘,我没事 夏小小很快调整好情绪 擦擦鹅角的汗掀开被子下地 林河将她按回去 清称,在陆大人面前强装镇定是你相辅千金的气度 在娘面前何必强迫自己 女子柔弱,害怕也是正常的 娘!夏小小刚想反驳 忽然反应过来 早上陆毅送她回来的时候只有管家在场 母亲又是如何知道她在陆毅面前强装镇定的 林河扶着夏小小重新躺好 自己起身去端刚刚温着的参汤 刚刚陆大人特地送了些滋补的名贵药材过来 这会儿正和爷爷在花厅里喝茶呢 陆大人来了 别急,不是小陆大人,是陆指挥使 林河去一眼吓小小 恐怕她拦得再晚一些 她都要换了衣裳去见那位陆大人了 这么心急着去向救命恩人叩拜谢礼 还真是 想到这里,林河忽然心念一动 不知道女儿如此急着去见的那位小陆大人 究竟只是出于恩情,还是存了别的什么心思 林河不动声色地盛着参汤送到夏小小嘴边 听说陆指挥使家中有个独子 生得如雅斯文 就算放眼整个京城之中,她也算得上俊俏郎君 只是不知道陆大人有没有婚配 娘,我一整天没吃东西 肚子饿了 行,先吃饭 林河去一眼吓小小 垂下的眼睫里已然勤了笑意 若是无意,她早已出言拒绝 她的女儿可不会如同寻常闺秀那般的娇羞怯 眼下这般顾左右而言她,必定是心里有些小小的松动 只是不好直言罢了 林河母女二人吃着饭 夏然陪着陆婷在花厅里喝茶贤婿 而京城外,夏长青与陆一正折服着 借着夜幕演去行踪 暗暗后者昨天突袭了林河马车的山匪 清晨追寻夏小小的山匪被杀 已经引起了小小的哗然 只是这些小山匪实在不成气候 并没有刻意把夏小小和死去的丫鬟当作一回事 他们只以为自己截杀的是城中富户 还在谋划着要找个机会替死去的兄弟报仇 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得罪的是什么人 山寨不大,陆毅和夏长青很快就带人抄了底 大,大人,我们知道错了,我们 所谓的大当家跪地求饶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头 居然有朝一日会劳动到赫赫的锦衣卫 陆毅冷去一眼,手起刀落 那大当家的人头鼓露了两圈 不知道滚去了哪里 其余的人下嘚瑟缩成一团 盲不迭地叩拜求饶 陆毅将自己的绣春刀送回剑鞘 垂谋整理衣角 余下的事交给层服去办 他得赶回城 迎父亲回府 陆毅与夏长青略略拱手 两人一前一后 策马回城 城外一片寂寥荒芜 城内各处灯火通明 仍旧一派繁荣之景 没有人知道城外的山头上刚刚发生过什么 也没有人在意城门口进出过什么人 仿佛是两个世界 哎呀,正说到你们两个呢 忙了一天,吃过东西了没有 夏长青和陆毅才进门 还没来得及与夏燃和陆婷行礼 夏燃就已经热络地冲两人招手示意 陆毅略迟疑 与父亲对视一眼 顺从地往夏燃跟前凑近两步 一里换一声夏守府 今晚没什么守不守府的 只管随晓晓一样 喊爷爷就好 是,爷爷 颜冤 爷爷有话想问你 是,爷爷 是,爷爷 是,爷爷